副總統賴清德出席母娘文化祭祈福法會替米龍開光 特別提起花蓮403大地震餘震不斷釀災情 祈求國泰民安風調雨順 四月七三花蓮發生第二段了 以前不斷 今天來美龍開講點案 來初代第二段 來反心變功 祈求母娘保佑花蓮早日恢復正常 但還有一件事情讓大家也很關心 一口氣要從全堂變無糖 來情的恐怕不能接受笑而不答 前一天他才在健康台灣論壇上 做重大宣誓未來都不喝全堂珍奶了 看來我也應該要響應 未來我如果喝這個珍奶的話 我不再喝全堂 要喝低堂 低堂的這個珍奶 賴清德在社群上發文 要為最愛的全堂珍奶妥協 蔡總統立刻留言清德喝奶茶是不能加糖的 獲得上萬個讚 賴清德不甘示弱反問愛吃澱粉的蔡總統那澱粉呢 兩個人的幽默互動引發網友熱議 不少網友留言當了八年的台南市長 卻說出這種話你對得起台南市民嗎 會不會被台南市駐小虎籍 威廉的低堂是八分堂嗎 前後任總統為奶茶失和 前後任總統飲食喜好茶很大也意味在網路上掀起話題引發討論 那你現在就叫我方俊懷SNG小組 太不懂